大家好,欢迎回到尼亚军武器言 最近大家都比较多网友讨论美国的空军 尤其是他们最新型的隐形轰炸机,B-21轰炸机 终于进行第一次的飞行 这个首飞都算是世界大事 有很多媒体都掩饰了今次的讯息 但并不是属于官方的泄露 反而更多来自民间有不同的角度去拍摄今次的B-21 当然今次因为不是官方 所以很多信息未必这么完整地揭露出来 所以很多评论家对今次B-21轰炸机的性能 都是猜猜猜的情况 但我们军武器言不落于人后 也很快就为大家做一个分析 讲关于B-21隐形轰炸机最新的性能 究竟有什么提升,以及最重要的一句 在战争里的威胁力是如何? 是否可以远胜前辈B-2隐形轰炸机 甚至会对邻国在太平洋上 包括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等国家 带来一个绝对客座性的威胁 都应该是一句,威胁力最好比打仗 但如果真的要打仗的时间 这个B-21又会和其他轰炸机 带来什么不同? 亦会使美国带来一个史无前例的优势 会在哪里? 所以今天也会和大家深入浮析一下 B-21在中美大战上出现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可以帮忙免费订阅频道和按赞 多谢大家 首先我们要谈到B-21 去年我们看到一个滑行测试 然后又之前揭露给大家看到平面的图 现在看到B-21在爱德华空军基地这边 即我们谈到Pow Dam 这边属于Norvoglubman的厂 在那里起飞飞出来 大家看到它包括起落架 放下了那种 每一次首飞都一定是这样 这个当然保证在飞行上绝对安全 有什么事的时候 亦可以减少了错误的出现 旁边大家可以观察到 会有一架F-16战机 一起做飞行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 之后也有很多清晰的影片 或者是一些上 就慢慢在下面的角度上升上去 因为始终 这次不会有飞机 可以降到正的时间 就在B-21上空出现 当然这也是美国空军不容许的事 Anyway 飞机就飞到外德华空军基地那边 继续进行很多不同的测试 说起今次 空军的发言人也有跟我们说 B-21正在进行的飞行测试 由空军测试中心 和第412的测试团队中的 B-21联合测试部队 他们的关键一步 包括生存力、远程、穿透性的打击能力 阻止美国和盟国对他们的侵略 以及一些合作伙伴的情况 大家之前仍然还记得 当初B-21在一个厂内 室内揭露给大家看到正前方的情况 怎料都转过头 现在已经在年尾 接近年尾的时间进行首飞 所以我们一起去看看 今次飞行的一些细节 我们能够观察得到 B-21一些新的特征 好,我相信大家在今次飞行的里面 会看到B-21的尾部有一条白色 很细长的线吊住 然后大家会看到 后面有一个红点圈住 那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我们看到一个追体 跟着一条绳,我们叫一个电纜 通常我们说一个尼龙的电纜 它吊住在B-21的尾部的时候 这个是稳定的追体 通常它的机身大概是1-1.5倍左右的长度 在这个Case应该大概是50米左右 在飞机的后面 它主要是测量大气环境 例如飞机会产生一些扰流、气流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很关键的数字 例如我们经常说的静压等 这些大气的毒素 这些都是属于飞行员 它们在试飞里面都必须得到的数据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东西 包括飞机的头位置 大家仔细看,其实会在飞机的左前方 你看到这个我们叫空缩管 有些人即是直翼,PITOTS 就是译了PITOT管 以及一个静压的探头 它量度动压和静压的分别 以及速度 它本身的形状 这种又跟传统我们说的 战机是非、轰炸机是非 有些不同 原因很简单 因为都是跟隐形的设计有些关系 大家再看看 这架飞机的头 下面有三个圈 三个圈 你看到它们圈着 每边有四个洞 这些是我们说的空气数据的探头 都是量度一些飞机 包括空速、高度、垂直速度等等 这些很重要的数据 你都需要刚才我们说的空缩管 静压的探头或者端口等等 这些我们说的不同的测试 去量度到一个精确的分量 才可以在流体力学里面 有一个稳定飞行的情况 而今次眨眼看下去 B21本身的感测器的阵列 似乎跟之前的B2的设定是基本相同的 另外大家还可以看到 飞机的尾部 大家可以看到 Thermal Coating 有少少阴影的位置 都是我们说的 查了对引擎排气 直接接触区域时的热涂层 主要是由碳纤维一些增强的醉合物组成 确保减低红外的讯号为主 主要是说到 LO的设计 即我们说的极低和引伸设计 除了雷达的探测 其实我们说到光学 或者甚至乎雄外 即我们说到热力的探测 都尽量要减低它的Signature 令到去探测B21的雷达 或者其他迹象特征的时候 可以减少被探测的可能性 另外我们说到对隐形的设计 很重要的一个设计就是进气度的设计 所以我们会观察 今次B21的进气度 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从外形上 我们看到今次的设计 进气度似乎比以往的B2更加收窄了 但也有一个关系 就是会否影响了我们说的 这个揣流边界层 即是那个扰流的气流问题 会对引伸产生 会产生过很大的阻碍 当然,以往B2有透过一些特别的设计 例如你看到它有少少类似风刀 它在一个入口里 有一个位置去左隔 分流了去进气度的空气 以及我们说的揣流边界层的空气 避免产生了一些会对RCS放大的情况 但我们亦相信 今次会否里面做了一个S型的转弯 或者隐藏了线叶 这个我们不可能就这样外观看得出 当然里面有很多东西去管理 包括有吸波涂层的管理 在引擎前面 可能会有一个挡板的情况 也不出奇 有些雷达干扰的结构 等等 整个设计 我相信跟B2的技术 不会相差很远 即是当初B2能够克服得到 我们相信 今次B21只会做得更好 不知大家有没有那么眼力 你发觉B21竟然在机身側翼两边 有一个很奇怪的触梳出现了 大家要很眼力才看到 你看到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样一个耳朵 好像一只猫和狗的耳朵 凸凸出来 这个在英文上面的名堂 叫做Secondary Air Intake Door 或者我们叫做一个辅助的气门 这个辅助的进气门 相当明显就是 因为我们说在进气度上 如果吸取的气不够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 如果你说将进气度做到很阔很大 直通直入直出 当然对气流噴下去引擎 然后将引擎的输出 是有最大的功效 不过对引擎会产生很大的破坏 所以必须要限制空气 intake 当时的角度或者量 所以有时可能有不足的情况 所以就加设了一个辅助的进气门 很有趣 这个辅助的进气门 属于半嵌入式的情况 就放在上部 打开的时候 就可以再吸更多的空气 当然我相信 它这个气动力的设计 应该是有计算过 那个雷达反射接面积的影响 另外有趣的点就是 今次只有两个气门 那么两个气门的意思 是否代表今次的引擎 只有两部的情况 其实一直以来 大家都对B21的引擎数量 都相当之有兴趣 大家都在估计 究竟B21会用多少个引擎呢? 我们去做一个比较 即是谈到B2 B2当时用了F118的引擎 用了四个 每个的输出大概是17300磅左右 所以大家计算一下 你将它乘一乘四 大概差不多7万磅 这个推力 可以加持到 大概这样的情况 但我们要计算 就是今次的B21 其实比B21 比B21是小的 我们暂时看不到 尺寸是小多少 但是似乎的载货量 可能只有B21的一半 甚至乎大概是三分二左右 三分二至一半 那个有效的载货 所以很明显 那个推力就不用用到这么大 那这个推力不用用到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可不可能只需要用到两个 例如说用回 类似F35战斗机 我们说的Platte & Whitney 里面的F135 那个的引擎 然后将它改善 然后就出来 现在它大概可以用到 两万八千磅左右的推力 这个我们不是讲均推的情况 如果纯粹 我们是讲无加力 不开AB的形式去 有没有机会 每一个 来进展到三万磅以上的推力 即是说加两个 也有六万磅的情况之下 那个推重臂 例如说去栽住大概 说的是二十吨左右的武器 看下去 其实动力似乎都畅畅有余 再加上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气门的情况 究竟是否说 只需要两个引擎 甚至乎两个引擎 亦都带来更加省油的情况 所以可以令到B21 接近的行程 可以大幅度改善 所以这也是大家去猜测 B21的引擎数量 是两个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大家都很感兴趣 就是那个武器弹仓的情况 我们都会观察 今次的武器弹仓 似乎它很特别 它不仅仅只有一个武器弹仓 可能是有两组的武器弹仓的情况 我们观察 主起落架的门 以及中央的武器仓之间 那条线 你看到似乎 可能是有另一组的武器仓门的情况 大家可以做一个观察 大家从一张图 你会看到 中央的武器仓有两组 可以旋转打开的门 我们叫做一个附座的武器仓 另外一边可以一道门打开 即是说 副武器仓 它无论那个阔度和长度 是比主武器仓小的 我们估计 比较小的 有些像 例如1200或F22 两个侧的弹仓 去安装一些 AMM9、PX10等 用来做一些自卫功能的武器 或者可能弹什么 很小的无人机 或者弹一些我们叫Decoy 可不可能是空对空的飞弹呢? 因为B21 都可能是有一个 自卫性的功能 放了下去 甚至乎有没有可能 去操作一些无人机的情况 等等的情况 所以这个辅助的武器仓 都是这次大家一个很有趣的发现 例如它发现的Decoy 可不可以用美军常用的ADM160 我们在乌克兰战争里面都说过 这种微型的空射有利弹 如果配合其他巡航导弹的使用 可以令对方的防空系统 是防不升防的情况 所以是否真的会将这种有利的系统 装合到B21的情况身上 这个也未知 甚至乎可能纯粹是做个简单的仓门 方便人员维修 当然这个可能性是相对低的 至于雷达方面 我们相信应该都会和B21差不多 即是它本身 在机头前沿的下方 都应该会有类似之前的B21 ALABQ-181这种的雷达 即是有一个下视功能 做一个地形的追踪、地形的规备 一些导弹的导航 去搜寻目标的定位、识别等等 便方便你去做一些武器的投送 而现在我们说到ISAR雷达 即是它们的科技发展 所以我们相信在里面摆的位置 大家都看到 那个Position的位置 即是红色和蓝色的位置 都可以安装到很小的雷达 就像B2那样 可以安装到双雷达的设计 而现在的ISAR雷达的尺寸 可以更小一点 所以应该在未来做一个雷达 或者有没有机会做一些 拦截的雷达等等的情况 我们仍然会做多一点的观察 大家常常都会问到 其实B21这种隐形轰炸机 会否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呢? 原因是因为 现在都有这么多防驱外的飞弹 为何还需要我们用到 B21、B2这些轰炸机 深入敌境去做轰炸呢? 但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看法 第一,由这个隐形轰炸机进入敌方 有很多好的好处 其中一个防驱外飞弹都做不到的 就是它的数量的优势 老实跟大家之前做过一集 讲过PGM Precise Guided Munitions 我们讲一些精确引导的飞弹 其实本身製造相当昂贵 尤其是它们本身要飞行的话 它们的数量做得不多 价钱亦都贵 国航部采购往往的数量不足 我们都讲过 真的打大战 一个星期 库存就会消失了 所以你在俄乎战争都看到 俄罗斯都很快就用了 它们的精确制度飞弹 你就知道 其实精确制度飞弹 或者我们讲到防驱外飞弹 都必定是这种 它们被消耗的速度会十分高 所以如果你有B21这种 可以扔一些我们叫做惰性的炸弹 即是说 基本上就有个GPS的尾翼 装了下去 例如Mk84这一种 就会成为了我们叫J-DAM 包括有500磅、1000磅 或者有2000磅的炸弹 就会非常之方便 你去对不同的地区进行轰炸 神不知鬼不觉 最重要就是 你这架的轰炸机够隐形 对方捉不到你尾翼 你炸完走了 对方都捉不到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 美国是两条腿走路 不只是发展一个B21 又不发展防驱外飞弹 最近我们也有发现 它们继续发展一个 去取代他们AGM-86 这一种核巡航的飞弹 那种核巡航的飞弹 当然主要是一种 我们叫做一个战术的核弹 去攻击一些重要的目标 根本就是一架飞机仔 然后就去巡航很远的目标 去打击一些 美国想打击的一些重要目标 但是AGM-86真的足够了 所以现在换了做 这一架LASO 这一种飞弹 相信在2030年前 应该都可以装备得到美国的空军 通常你会看到一些大型的 例如B-52等等 这种大型的轰炸机 都需要用这些防驱外的飞弹 才可以提高到它的生存性 但是这么说 这架飞弹贵到飞气 所以这架飞弹要 但是B21这种可以攜带很多 深入敌境 竟然之后 我们叫做放低很多一些 比较短程的飞弹攻击 渗透性的空军 其实美国仍然需要这一种战技 当然我们也需要讨论一下 就是B21 其实对中国的战略优势 会是什么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 其实最近 报章也不是最近 其实这大半年也是 国内的媒体都不停地引导 说B21这种轰炸机 是一个white elephant 白色大笨雀 贵 没用 所以美国会重蹈 他们当初用B2的情况 所以很贵 浪费钱 没用 结果也是几乎几乎 几乎几乎的情况 但是我们相信 在国内的民情 通常越唱它 越害怕这种产品 所以我们说到B21 也正正因为冷战的教训 这次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 即是B2的情况 第一 就没有出现一个超支的情况 现在 今次的控制金额 都大概是7亿美金一架左右 成绩暂时都颇为理想 而美国似乎 都准备订购最少是100架以上 虽然我们相信 数量会调整 但是似乎就不会去到我们说 好像现在这样 就只剩下十多部 二十部这样 一个寥寥的数量 就是这样的情况 即是说说到B21 未来应该是会 一个大规模的部署 我们说到它不会再重拖 B2之前 只有十多二十部 做不到一个战略上的威胁 虽然我们说到 B2隐形轰炸机 世界上都很难会有任何的雷达 捉到它未应 不过数量不够 每次出动又贵 都会真的限制了 美国对这种战略轰炸机的用途 有时由杀鸡都要试试用牛刀 不然 就会令到 在和平时代的B2的战略轰炸机 直到连出勤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在今时今日的世界 大家看到 包括太平洋战争 如果真的会爆发的话 其实这种隐形战略轰炸机 对美国 即威胁 例如中国 俄罗斯等等的战略敌人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它重要的地方在于 它可以缩短到一个战略反应时间 即是说 如果对方能够detect到 你一支炸弹、导弹炸过来的时间 可能只剩下2分钟、1分钟 甚至几十秒的回应时间 你可能就算有最好的防御系统 你都没有办法及时回应得到过来 那为什么战略时间反应时间会那么短呢? 因为你一直都没有办法追踪得到 B21这部隐形战略轰炸机 直到它打开仓门 直到它的导弹 或者炸弹放下来的那一刻 你才感应到 因为那些弹就肯定不是隐形的了 一支支弹飞过来就相当明显的 真的要见到的弹 你才知道是真的有东西来袭 到时要做回应呢? 那炸弹距离落到地面的时间 都会十分之短 那这个情况之下 反倒的系统 能不能够即时捉得到捕捉到 然后在这么短的窗口做到回应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隐形战略轰炸机 就是一个最大的好处 除了打过你措手不及的情况之外 其实隐形的战略轰炸机 也是其中一个应对中国的A2AD的战略武器 大家都很清楚了 中国如何去对付美国的海军呢? 包括发展一系列的弹道东风飞弹 弹道的反弹飞弹 即是说穿出大气层 再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艦战斗群 将他们在海上击沉 利用这个战术做一个区域距止 令到美国没有办法加入到 例如说台海战争的情况 但是这个美国海军 都会有他们的顾忌 以及有他们的反制的战术 其中一个呢 可能都真是美国空军 我们说这一架的B-21的隐形轰炸机 有它的作用在这里 即是包括如果在远处 看到对方的情报 对方的舰队集合的时候 很可能他们就能够出动 包括对对方的弹道导弹的测试场 或者他们导弹的发射场 进行打击 如可以先一步进行打击的时间 对沿海的航空母舰的威胁 会大减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其中一个 应对中国的A2AD战略其中的一步 当然我们也说到B-21 因为它是一个 渗透性空军指标性的武器 当然它也能够轰炸一些 相当重要的目标 就是我们俗称斩首的行动 当然它里面 有些很重益的武器 我们叫做MOP 我们说这个碉堡黑星 摘下来那一下 噔噔声 真的所有的碉堡 真的30米都会被它炸到反转 所以这个武器相当厉害 当然它也可以用到 我们说的战术核弹 B-61 都能够投放到这种战术核弹 去攻击对方 一些内陆重要的设置 例如我们说到中国的导弹基地 其实很多大家都发现 收藏在沙漠地带 或者一些大西北的地区 中国是有足够的重心 去将它们的导弹基地放在远方 没有那么容易被沿海的地区 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 就算你们有什么武器 要打击得到这里的导弹基地 也不是那么容易 甚至乎中国也将它们的核武庫抗张 将来会去到1000枚核弹 所以去到这个情况 你唯一可以有办法深度打击中国的核武器 其实都剩下差不多是B-21 这种隐形军战机的斩首手段 但是B-21如何介入台海战争呢? 最明显的速度就是它可以很快速 就能够在本地做部署的 其实B-21因为战略行程非常远 所以它不需要在前沿做部署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你们说B-21会不会在关岛 就会被中国的东方飞弹 夏威夷就会被东方飞弹能够覆盖打击呢? 绝对不需要担心 它仍然可以在美国本土 在海德曼空军基地起飞 经过空中加油的情况 就向前面的中国海军愿意打击 当然它们可以打击 包括我们说最新的一些隐形的反洋飞弹 例如Larsum AGM-158C等等的导弹 好了,我当了 这些飞弹都不是太足够的时间 没问题的 你又可以用到小直径炸弹 这些SDB 虽然磅数较轻一点250磅 但是有数量的优势 还有,蓝色的东西你都不用打尋它 只要打到它动不了就足够了 丧失战斗力的话 SDB也有它的能力 所以如果动用到B21去攻击 在台海附近出现的中国艦队 某程度上对 例如我们说 辽宁浩、山东号 以及今时今日的003 甚至乎071、075等等 它们组成的两车艦队 仍然带来灭顶式的威胁 但是当然我们都会看中国有什么措施能反制 当然中国发展了一系列的反隐形战略 包括我们说去探测隐形战机的雷达 你多次都提及过 一系列的雷达 也有去到外国的航子进行傾销 当然就比较难 亦都见到他们和俄罗斯也是 主要去偵測对方的隐形战机 其实主要都只能够探测到方向 你说真的要做到很仔细去锁定对方 其实仍然未能做到 所以我们说在杀伤链里面来说 你能够做到搜索 但是我们说做到定向和锁定 最后发射攻击和去探测打击的力量 最后那几个步骤 暂时仍然没有办法做得到 如果做得到 老实说 中国真的随时会跃升成世界第一强国 都不出奇 所以都很明显 这一刻都未做到 只能做到战略上大概知道 隐形轟炸机或者战术飞机的情况 有些像F117当年被南斯拉夫击落的情况 但当然美国都会吸收上次野鹰 最后被击落的情况 附近会否都会出现一些电子战 硬撒软撒的情况 才会出动到B21 这个我们都会观察 即是美国空军一些不同的战术的执行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B21可不可以被其他外国的军队购买呢? 最似会购买的国家 其实都应该是澳洲 澳洲明显在南大门里面 其实它和中国都有差不多6000公里的距离 不过都很明显 就是澳洲都感受到中国海军的压迫 例如穿越爪哇群岛 久不久去到澳洲的北面 有时有些我们说他们的间谍船 会过来 去偵察澳洲附近的水民 以及主要去收集 即是他们附近的无线电的讯号等等 澳洲都感受到 包括所罗门群岛 即是中国和现在所罗门群岛的建交 深入的建设 即是海港的建设 甚至乎来附近 会有中国的维和治安部队 会进驻在所罗门群岛 这个也是对澳洲来说 是一个深复大环 即是中国的海军 甚至乎空军的基地 如果在澳洲附近的设立 其实对澳洲的国防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澳洲可能有见及此 他们某部分的政客可能会提议 动用B21的战略轰炸机 进行一个威胁 B21的轰炸机 绝对能够进行威胁的力量 道理上 澳洲是买得不多的 可能它最多都买到五部 或者可能买到大概六至八部 到时 出勤的情况 又足不足够可以做到一个威胁力呢? 而且他们会担心 用得B21就不如用 更加多其他的战机轰炸机 去做空中的防御会更好 我相信澳洲暂时 未有提出购买B21这个战略 我们会再去观察 澳洲这一边 他们将来对B21 去对抗中国的形式 他们如何处理 好,这一节 我们讲到B21 它的特征 以及如果在台海战争的介入 会出现什么事 当然 另一个 它对北京的威胁 仍然是相当巨大 尤其是我们讲到北极的航线 如果从阿拉斯加那边飞过来 中国真的没有什么板斧 预先进行一个预警 所以在北极的战略里面 对北极的威胁都不可怀不大 如果大家都有兴趣想知道 北极战略对北极安全的威胁到哪里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打加一 我们有机会和大家做一节 说到 占据了北极 如何对中国的北方 例如说北京 都会造成一个国家安全威胁的一个项目 好,这节就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可以透过左上角和左下角 包括转数快和披名曲 可以支持我们 又或者可以加入我们的Patreon 君武老虎 可以支持我们 我们也定期有些专业的文章 恭候大家 好,我是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那我们在其他的世界防卫消息和战报 和大家再见 拜拜